很多人不知道牛肉怎么炒还好吃 今天就来分享一道创新菜 泡椒牛肉的做法 无论在颜值上还是味道上 那绝对都是惊艳的存在 喜欢这道菜就跟着我来做吧 咱们先来处理食材 先把牛肉切成丝 再用水抓洗几遍后 挤出血水 里面加点酱油 料酒 少量的姜葱水和胡椒 抓匀后加水淀粉抓匀 最后加点食用油 防止肉丝粘连 这里强调一下 在炒制中牛肉容易出水 所以不要在腌制时 加太多的水进去 再来准备点配料 把泡野山椒和泡姜切成末 大蒜也切成末 小米辣切成圈 芹菜 香菜和小香葱切成结备用 最后再调个料汁 碗里加点料酒 酱油 盐 醋 白糖 味精和淀粉 调匀就可以了 开火把锅烧热 倒点油下去滑一下锅 大火七层油温左右 把牛肉丝倒下去 滑炒到刚刚变色后 快速用绿勺老抽 这里要强调一下 炒牛肉和炒猪肉不一样 牛肉一定要用大火高油温来炒 迅速锁住水分才不宜变老 接下来把泡椒和泡姜倒下去炒出香味 再把蒜末和小米辣倒进去炒香 然后把芹菜和小葱结倒进去 快速翻炒两下 放牛肉丝 同时沿锅边淋入料汁 快速翻炒12秒起 最后撒出香菜就可以了 这道菜牛肉选用了泡野三椒来做搭配 融入了川香菜的特点 口感非常的滑嫩和辣爽 是一道难得的下饭神菜 我是南希 应该做饭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